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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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東太太 我知道我已經晚了半個月 可是因為我這個月 真的手頭很緊 可不可以拜託妳 再關閒我幾天 好 我今天中午以前 一定會把房租匯過去的 妳放心 我一定會匯的 謝謝妳和房東太太 三等存折裡面的現金加起來 都不到兩萬 如果我把房租繳了 就沒有錢吃飯 更不要說都都的醫藥費 可是房東說 如果我今天中午 不把房租繳掉的話 就要我們立刻搬家 如果我們被趕出去了 那都都 都都不是跟著我到處流浪 露宿街頭嗎 這到底該怎麼辦 怎麼辦才好 不行 不管有多苦 我都要讓都都 過安定的生活 我要讓都都繼續治療 媽媽你怎麼了 沒事 沒事 媽媽是覺得有妳真好 做什麼事情 妳都陪在旁邊 真的很棒 我也是 因為有媽媽陪 媽媽 肚子餓了 肚子在叫 肚子餓 那我們等一下回家 吃東西吃 媽媽 可是我想吃那間的 鮮夏水餃 好好吃 媽媽 妳不是也喜歡吃那間的 鮮夏水餃嗎 好不好 我們去吃了 好 妳去吃 耶 吃吃吃 謝謝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就趕快吃 小心燙 吹一吹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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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餓嗎 怎麼吃得這麼慢 你順便把它的 我沒有騙人 那妳趕快把它吃來 我把它吃光吧 真快定 今天下午兩點的時候 小翔要來矯正牙齒 上次她媽說她就是 喂 叔叔 都督 妳怎麼自己來了 妳媽 朱醫師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一些事情要忙 可能要麻煩妳跟恩綺 幫我照顧一下都督 好 不是 朱醫師 下午兩點的時候 小翔要來矯正牙齒 是 是我矯正 那妳就沒事 妳就可以照顧都督了 真的不好意思 又要麻煩妳 是因為我要去應徵工作 所以我不放心 把都督交給我不認識的人 所以我知道 對啦 交給邵家托兒所最安靜 妳時間很多嗎 小翔要來矯正 妳是不是應該把她資料 調給我看 我知道 好久沒幫妳看牙齒了 我要看一下 好不好 有沒有乖乖刷牙 有 妳不是說要找工作了 還站在這邊幹嘛 朱醫師 妳先到樓下去玩玩具 媽媽要跟叔叔說兩句話 好不好 好 壞叔叔我現在要去玩玩具了 拜拜 好 朱媽媽回來了嗎 朱媽這一次真的很生氣 那妳們有沒有想過要報警 請警方幫忙找人 不用了 她這一次夫妻離家 搞不好過兩天氣消 她就回來了 那要不然 要不然我幫忙 一起找朱媽媽 妳都沒有時間照顧都督了 妳還有時間去找我媽 妳說要找工作 是什麼工作 妳有沒有找到以後 都督怎麼辦 那個工作呢 她是論盡記仇的 而且工作時間很彈性 那我想說我可以麻煩心如照顧都督 或者是 好啦 妳 妳有想到怎麼安置都督就好了 我只希望 妳不要一心想著賺錢 然後忘記都督 她現在是最需要妳的時候 標本莫導致 這個我知道 我一定會把都督放在第一位 還有妳如果手頭緊 或是需要什麼其他的幫忙 儘管跟我說 我一定會幫到底 謝謝妳的好意 目前為止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只是 可能有時候需要麻煩妳跟恩綺 幫我照顧一下都督 這個當然沒問題 可是 真的一切都在妳掌控之中嗎 妳不要因為愛面子 就不開口幫忙 現在真的不是顧面子的時候 妳放心 我會處理好一切事情的 妳們願意幫我照顧都督 對我來講 已經是很大的幫助了 那都督就拜託妳 我先走了 這女人到底在固執什麼 我先走了 明波的號碼現在沒有回應 所以無法 我急死 很急死 寶貝 曉光 怎麼樣 妳有沒有找到媽咪 沒有 怎麼會這樣 有 來 寶貝 冬甯 寶貝 怎麼樣 妳媽媽有沒有跟妳聯絡 沒有 我一直打給她 可是媽咪手機又關機 怎麼會這樣 媽媽平時最疼妳的 怎麼連妳都不聯絡 就是 媽咪 會不會是妳跟媽媽聯合 簡單傳統跳 媽媽有跟妳聯絡 但是妳不願意告訴我 我 爹地 你這樣可真的是冤枉我了 不然我可以給妳看 我手機的通年紀錄 妳看 全部都是我撥給媽咪的 都沒有媽咪撥給我的電話 而且我打給媽咪 都沒有通話紀錄 因為打給她都關機 直接進語音信箱了 妳自己看嗎 我有沒有騙妳 我不看 妳媽媽平常最疼妳的 她怎麼連妳都沒人肉 她到底跑哪裡去了 老爸 我也希望她真的有跟我聯絡 可是就真的沒有 好 不然我發誓 好不好 我發誓 媽咪絕對絕對沒有打給我 如果有的話 小哥追不到晶晶姐 豬少寶 妳每一次幹嘛亂說話 發誓就發誓 扯到我跟晶晶幹嘛 那妳幹嘛不說 妳如果亂說謊的話 一輩子嫁不出去呢 喂 我跟妳說我這 好了 妳們兩個別吵了 煩死了 妳 這樣 別煩了 我知道妳心情不好 可是也不要跟孩子們 太計較了 還有妳們兩個也是的 沒看出來 妳爸爸他不高興 妳們就少說兩句 舅舅 我可以少說兩句 但是寶妹不要沒事 就讓我跟晶晶亂開玩笑 小哥 你們說的那個晶晶 是不是就是郭家勳姬的千金 郭晶晶 是嗎 沒錯 舅舅 他跟小哥難怪是歡喜冤家 從小吵到大 只不過小哥不知道 哪跟晶不對晶 突然有一天轉性了 說要追晶晶姐 可惜晶晶姐一點都不想理她 哦 是這麼回事啊 原來妳跟她 嗨 少子啊 舅舅跟你說啊 既然妳們倆 是從小一塊大鬧到大 就表示有一定的感情基礎 有時候啊 一個女孩她不理妳 不見得是她不喜歡妳啊 她是故意擺個姿態 在試探妳 所以只要妳有心 鼓起妳的信心 勇敢去追求 說不定就能把郭晶晶追到手 舅舅 還是妳明明 爸 來了 爹 妳不要動 來了 爹 抱抱 妳又變重了 爹 奶奶來了 奶奶 奶奶有一點事 她出去買個東西 我快就回來了 媽都沒跟妳比過 塞爾哥 你怎麼跟范威一模一樣的問題 沒有 怎麼這麼沒有 我都快擠死了 少嘉 妳今天怎麼會把杜杜帶回來 宇飛她去應徵工作了 所以我幫忙帶杜杜杜 我說這個女孩真可憐 一個人帶著孩子又要養家 真是夠辛苦 我是覺得嘟嘟媽是很辛苦 可是我們也不輕鬆 嘟嘟媽有事我們就要幫忙 好像救火隊一樣 誰扣誰扣 楊恩綺小姐 今天我媽不在 妳是不是應該去做飯 妳是要把大家都餓死 好 我去做飯 不好意思 還是她學的還是她學的 楊恩綺 看起來你們這家子 跟嘟嘟還有她媽 挺好的 舅舅 是二哥跟他們很好 媽咪超級反對 朱尚哥 妳有空八卦要不要 去廚房幫忙 不要 走一隻阿倫 你好 楊恩綺姐 媽 可以 嘟嘟媽 妳來坐 不用 不用坐了 嘟嘟在這邊也打擾很久 我該帶她回家了 沒關係 算什麼打擾 嘟嘟在我們這裡 我們都很開心 別那麼客氣 嘟媽還沒有回來 對 還沒 後來我媽咪這次離家出走 是認真的 朱爸 妳不要太擔心 我想朱媽媽應該是心情不好 出去散散心 我想等她心情好 她就回來了 希望真是怎樣 媽媽 我想睡覺 真的 嘟嘟既然累了 妳就先待會兒去休息 是嗎 朱爸 舅舅 我先帶隊隊回去了 好 朱醫師 謝謝你們 請問幫我跟恩綺說謝謝 路上小心 謝謝 說什麼 拜拜 對 拜拜 謝謝 拜拜 陳宇菲這個人真是的 怎麼那麼倔強 憑她現在的條件又待遇小孩 能找到什麼好工作 不管 再幫她看看人力銀行有什麼 適合她的工作吧 請進 舅舅 少姐 打擾了 有沒有空跟你聊一會兒 請坐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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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有事嗎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就是想要來跟你聊聊 關心你一下 對啦 對了 那個 那個是宇菲小姐是吧 宇菲小姐今天還有她的兒子 嘟嘟 來我們家裏邊 我看你跟這對母子的關係 很不錯呀 舅舅不好意思啊 可是這不關你們的事吧 對 對 這的確是不關我的事 可是畢竟也是我的外甥啊 我只是想要了解多一些 好融入這個家 這個宇菲小姐那天滷味攤開張 我也在場 那麼也聽說了 那個攤位好像還是你特別 費心給安排的啊 今天又看到你 特別幫他照顧兒子 我想你們關係非常好啊 你和他有沒有這個好情 舅舅啊 這是我個人的事情 不用你費心 你可別誤會 舅舅只是純粹關心 沒有惡意 可是我不需要你關心 舅舅 這樣說可能有點不禮貌 畢竟我是晚輩 可是我還是得說 您是媽媽的哥哥 但畢竟是個外人 你不覺得對於家裡的事 你為什麼一個一個都要關心 而且你不覺得 你管太多干涉得太多嗎 難道不應該嗎 我是你媽媽的大哥 是你們的舅舅啊 我多關心一些這是應該的呀 可是我覺得不應該 本來你還沒回來之前 我們家的關係 我們家的氣氛都好好的 就算有一些爭吵 也都是自己家的事 可是你一回來之後 我發現爸媽跟你的關係很奇怪 還有你的態度 我也覺得很奇怪 有嗎 不會吧 是你想太多了 我也希望是我想太多 可是我總覺得 你現在突然回來 說要投靠我媽 一定是有別的企圖 絕對不是單純的想回家 不是 你是不是武俠小說看太多了 你想得太複雜了吧 我純粹是在外流浪太久了 想家 不很單純的 就是想要落葉歸根而已啊 是嗎 我真的有懷疑 你可千萬不要懷疑我 對於我來說 你媽媽和你們這幾個孩子 就像是我的親人一樣啊 咱們可是一家人哪 舅舅 這你就錯了 我們不是一家人 其實對我來說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應該算是陌生人 所以我希望舅舅以後 不要再干涉我們家的事情了 你 舅舅 不好意思 已經要晚了 我想休息了 不陪你聊了 是啊 時候不早了 那你就早點休息 早點休息 好 我打扰了吧 來到家了 菲姐 好啊 菲姐姐姐晚 爺爺 你說壞叔叔的爸爸啊 對啊 爺爺說好乖 可惜奶奶不在 嘟嘟 去洗澡好不好 洗完澡我們吃飯 好 快 菲姐 朱媽還沒回家 都是我 都是我害的 洗澡啊 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但是妳不要自責 再怎麼說 妳也是為了少船好 妳要她出來自立門戶 也是希望她將來 可以開創自己的事業 重促一點成績吧 好了啦 不要想太多了 我想呢 等出媽媽自己想通之後 她就會回去了 說不定 她就不會再怪妳跟少船 反而會支持妳們的想法 當然如此 對了 欣如 我可以明天早上 麻煩妳幫我看一下嘟嘟嗎 怎麼了嗎 明天早上開始 天還沒亮 我就要去送報紙 送報紙 妳這樣不會太辛苦嗎 不會啦 只有這個工作 才不會影響我照顧嘟嘟 妳看我早上送報紙的時候 嘟嘟都還沒有起床 那我送完報紙回來之後 我就可以陪嘟嘟了 只是要麻煩妳早上的時候 都要幫我看一下嘟嘟 這沒問題啦 妳放心 如果那時候 蘆味生液不要出問題就好了 這樣我就不會這麼累 對 反正事情都過去了 不要想那麼多 早餐我會先做好 然後我就放在這個店鍋裡面保溫 那妳們起來就可以吃了 菲菲姐 妳倒已經這麼辛苦了 我跟妳說 以後早餐我負責 那怎麼好意思 怎麼會不好意思 我們住在一起 不然就要互相照顧 不舒服啊 謝謝老師 不然就能熱不太 我不舒服啊 還是比較多 真正太都衝了 我才不舒服啊 我身分不舒服了 我身分不舒服 我身分不舒服 那你打火就好了 不要打心你 没想到少船就会冷做梦 都弄到我的事 都是我 是我害少船跟猪妈的冲突 一发不可收拾 越搞越大 现在少船都离家出走 猪妈也找不到人 我真的不想看到他们变这样 这三百万啊 是用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嘛 一百五十万呢 可以帮你还卡债 一百五十万呢 可以帮你爸付医药费 还有你们家的生活费啊 被爱是幸福 爱人是痛苦 我可以把 被爱的幸福留给你 然后爱人的痛苦 我自己承担就好了 少船 你对我这么好 什么事都替我想 我一定不会再亏欠你 他老скую 再报告 我已经在 gel 也不正在这边给我 妈 还是没有人来应征你几101 conditions 我没有啊 天啊 一天有个没看到我人 那 opponents 不是應該在上班嗎 妳在在幹嘛 先請假 我是妳們的女兒 家裡有事 我當然要回家幫忙 妳也拜託 那燻雞店的事情 不是妳來幫忙就能解決的 對 我告訴妳 現在能夠解救我們家的 唯一就是要比 周星馳那個電影死損的人 還厲害的人 來當我們家的主持 才有辦法 我可能沒有周星馳那麼會搞笑 但是我的廚藝一定比他好 來 你吃這個幹嘛 郭爸 郭媽 我來應徵廚師 不知道有沒有合格 妳要應徵 清清 今天是不是愚蠢賊 少王 你在跟我們開玩笑 我沒有開玩笑 我們昨天不是討論過 不是 你是堂堂五星級飯店的大主廚 跑到五門燻雞攤炒菜幹嘛 我真的沒有開玩笑 我是認真的 妳說真的 真的 我沒有騙人 沒有騙人 你確定 我很確定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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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家心情隊有機會 我 不要 我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有那個世界級的大主屍體那招 對 很棒 很棒 等一下 爸媽 你們先別激動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確定你是認真的嗎 我是認真的 只要伯父伯母 你不嫌棄 我一定會好好努力 你這開什麼玩笑 我們怎麼會嫌棄 換言你都來不及了 是了 再等一下 清清又怎麼了 你不相信我的決心嗎 不是 你明明有正職工作 跑到我們燻雞攤子 當一個小廚師又幹嘛呢 我就是想要幫你們啊 只要郭爸和郭媽 你們不嫌棄 我一定會好好努力 郭阿嬤這樣說沒錯 可是啊 這是我們家的事情 你沒有必要繳獲進來啊 況且 我們這間小廟 也共不信這尊大菩薩吧 對啊 我剛才都沒有想到 這錢的事情 這... 只知道 你們這個店 可能薪水不高 對... 你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本來你薪水都一半 然後再一半 可能還一半不到 我根本沒有打算要領薪 免費 所以你可能要有心理準備喔 可能本來你薪水都一半 然後再一半 可能還一半不到喔 我根本沒有打算要領薪水 免費 所以你可能要再看看 我就是想把你們的生意做起來 薪水我根本不在乎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晶晶啊 你看 交朋友就是要交這種的 很夠義氣的朋友 你看看 其實找不到我這麼負責任 老公就要像這樣這種的 那你飯店工作怎麼辦 你不做了 飯店駐店的指導工作 我游刃有餘 再說這裡市場開市早 我可以在這邊先炒完菜 然後再過去飯店看看就好了 對耶 不愧是這個世界級的組織 頭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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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髮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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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好了 這樣如果是要有時間 不然現在趕快去炒菜 沒問題 喂 說炒就炒 你怎麼讓少王真的去炒菜 不是 他本來就 炒菜 好棒 現在人家裡面有一個世界級 米其林的 這裡就冠軍的中破賽 就給我們煮菜 是嗎 一定讚 一定讚 你現在站在那邊唱什麼 今天寫一個比較大的 紅布條 匿頭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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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我刚做得的XO酱 对不起 对不起 休息 休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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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惜我刚做得的酱 阿桃 你怎么慌慌张张的 是啊 这是厨房啊 平时飘香没有教过你们吗 进厨房特别小心 特别留意嘛 真很有啊 你跟我这件事情实在太紧急了 所以我才会这样冲进来啊 什么紧急的事 来说 你们知道吗 那个郭家勋坚 请了一个五星级的大主厨 五星级的大主厨 怎么可能 真的 而且听说是静静的朋友 一定是那个家伙 那个混蛋 为了要把鸡屁股 特地跑来这里当主厨 不然你是跟我下暂题 舅舅 我们跟他拼了 你想怎么做 舅舅全力支持你 谢谢舅舅 今天起舅舅让我下厨 我还用销售量的成绩 以那个叫周少龙 让他没脸进东门市场 好 男人呢 就应该要有你这样的志气 而且 这不仅仅是你和他的厨艺之争 咱们男人要争的是个面子 对 我让鸡屁股知道 谁才是真正最厉害的男人 既然你已经下定了决心 那舅舅就给你一些建议 舅舅 你请说 好 这个做菜啊 不能一味地没守成规 有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有点创新的想法 不然啊 客人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嘛 舅舅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我妈就是太保守了 不接受新的观念 是吧 今天是你和周少龙的战争 你做菜的 不要一味地没守成规 你这次啊 就把握这个机会 把旧有的包袱全部都丢掉 大胆创新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尽量发挥你的创意 外面还有事要忙 你去帮我忙点 少植啊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 不是在这儿玩游戏 你不要因为你妈不在 就在这边胡搞 爸 我没有在胡搞 我只想要帮大清御坊 开一条新的路 这有什么不对吗 而且舅舅也全力支持我 可是大清御坊的祖传 还有味道 这 爸 爸 舅舅和妈同是大区域房 私门的长厨 同是大区域房嫡妻传人 舅舅都不反对了 你还担心什么啊 这样啊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你就让他试试看吧 大哥 这件事情你再清楚也不过 是不是 大清御坊他所坚持的就是传统 他不能随便地改变 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 教少植呢 教孩子你得因材施教 你压抑他压抑得越久 往后他反弹得更厉害 再说做菜 本来就应该随着时代改变 与时俱进这是很自然的 大哥 在别的事上面 我或许能够同意你的说法 但是你要更改大清御坊的菜色 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不光是我不同意 如果今天飘香在的话 他也会支持我的说法 爸 你忘记了吗 上次我在郭家薰机店炒菜 我就是改变了新的菜色 才滑的啊 那不一样啊 爸 你就给我个机会 让我证明我自己嘛 你妈今天要在这里 她真的活生日会被你气死 爸 妈又不在 再说了 如果我用新的创新菜色 能够打败对面的五星级主厨 妈的电话很有面子的 舅舅 我想跟你研究一下 今天新的菜色 好啊 你对我们这个新的菜色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想说要落调味料的那边 再多做一些改变的话 来喔 有新的口感 去面诈的 来 大家来 我来看 这两个 这两个你 这为你的嘛 来 好 来 好 漂亮 漂亮 你拥材了 漂亮的菜又出来了 我给你洗澡 来 我来 我来 这一只 这一只都不用钱 我来 好 这一只 我来 来 这一只 大監獄房 今天催出新菜色 歡迎四隻龍 快點來 小師 怎麼會不怕人 我跟他拼了 大監獄房推出新菜色 八折優待 歡迎四隻八折 小師 你這是幹嘛 爸 這是面子問題 做生意不能夠這樣惡心競爭 我們必須要 小楊啊 沒關係嘛 今天就順著邵芝的意思 讓他去試試 大哥 真意思 讓他做吧 沒問題的 你要不讓他放手一搏 他怎麼會甘心呢 來啊 來啊 所有菜有魚粒八折優待 快點啊 來來來 試試試 快快 來 試試看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味道不一樣 是啊 那還怪怪的 老闆 你是不是換了大廚 這不像是大清玉環以前那個味道 走走走 郭家興基請了五星級大廚師 我們去郭家興基那邊看看 不是啊 那就走吧 這你們可以試試別的嗎 來 來 小心 客人已經走了沒關係 那是他們不懂我做的菜 沒關係 等一會 客人還是會再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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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來來 來 好好好 好 好 今天幾天不吃了嗎 我整個腳伸了 好 不好意思 我剛才送這五萬塊 回房子裡 我們也送它溫水了 來 好 來 來 好 好 好 來 阿桃 櫻姐 我做的菜明明很好吃 怎麼都沒有人要試吃 是不錯 不說 這就不是我們大清玉環的味道 哇 少子 我們家煮過客 都說我們家的菜燒 跟以前不一樣 口味也不一樣 看一看就不買 我就都走 少子 這第一天 成績不盡人意 你稍微落後一點 根本不算是吧 千萬不要因為受了一點小小的打擊 你就沒有信心了 有舅舅做你的後盾 加油 過幾天呢 你一定可以勝出的 好 你好 乾爹也恭喜你 又再下一城了 現在大清玉房內外交迫 我相信很快就被你打垮了 乾爹 有人不來了 放心 我會按照你的吩咐 趕緊最大清玉房時加壓力 是 好 乾爹再見 請進 怎麼樣 欣柔 張副理 新官上任 一切都還順利吧 怎麼了 誰這麼大膽 敢惹我們公司 立下第一大工的張副理 不高興嗎 沒有人惹我 經理 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 請說 我不想做副理了 明白了 新柔 你就別急嘛 你這個副理 最先做兩三個月 我這個經理的位子 遲早還是你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然是 經理 請你幫忙 讓公司跟朱少船解約 解約 靜如 你是在跟我開玩教室嗎 我是認真的 經理拜託你幫忙 跟朱少船解約 我很好奇 這個合約 是你花了那麼大心血 才簽下來的 怎麼這個時候 想要跟朱少船解約呢 朱少船為了這件事 跟家裡起的衝突 現在不只他離家 遠處飄香也離家出走 我看他們這樣子 我只 不要再說了 欣柔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做事業絕對不能感情用事 你怎麼到現在還是學不會的 何況是朱少船 他自己一個人跑來簽約 沒有任何人逼迫他 讓大清禦法 拿我們精品百貨設規 這是公司既定的政策 好不容易才達成耶 要簽約 不可能 可是現在朱少船跟家裡鬧翻 他一個人怎麼來社會 那是他個人自己的問題 他要想辦法自己去克服啊 如果他需要公司的幫忙 那還是可以商量的 但是就是不能不來社會 他如果不來社會 那就是違約 在民事上 要賠償違約已經是避免不了的 在形式上 他可能還涉及商業詐集 如果要鬧到這一步 恐怕是不太好吧 在形式上 他可能還涉及商業詐集 如果要鬧到這一步 恐怕是不太好 還要判斷了吧 還有形式責任 那是當然的 瑞欣如 你還是回去啊 好好欠勸朱少船 趕緊來公司設櫃 這樣一來啊 不就平安順利 接到歡喜了嗎 那經理 能不能就依照合約 讓朱少船用個人名義就好 可不可以不要再一次大肆宣傳 是大清預防要來我們公司設櫃 馨如啊 馨如 你都出社會那麼多年了 現在也是個副理了 怎麼連這一點都還不懂啊 朱少船他是誰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 他有什麼號召力啊 公司犯得著在他一個人身上 花那麼大的心力嗎 就憑他是大清預防的主廚 這樣不夠嗎 所以啦 馨如 朱少船 還是得靠大清預防這塊百年老招牌 來墊墊他的身價 既然如此 我們何不用大清預防這塊招牌 不是更具有號召力嗎 說真的 公司從頭到尾 要的就是大清預防那塊招牌而已 用朱少船個人名義跟他簽約 這也就是我們綁他進來的第一個手段 手段 這就是一個商業手腕 何況這也是你知道的 有必要有那麼大的反應嗎 經理 讓我拜託你 可不可以不要再繼續設計朱少船啊 你說這設計就太嚴重了 應該說是 我們公司為了當大清預防 來這邊設柜 花了很大的心力才是嗎 馨如 不要想那麼多 明天 你就跟我一起去大清預防走一趟 去大清預防 為什麼 去了你就知道了 請進 竹竹 拍手廚 來 注意事不好意思 因為我 來 竹竹走 要把竹竹雞放在我這 沒問題 交給我 謝謝 可是 妳要不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我知道了 妳知道 妳要不要去廁所照一下鏡子 看妳自己臉有多蒼白 我沒事 那個 竹竹就麻煩妳 我先走了 竹竹 拜拜 拜拜 玉菲 媽媽 玉菲 她怎麼會提供她 你還要這麼做 妳都不想對家 妳都不想要 dammit 妳都不想要 妳都不想要 會答她 妳妳都不想要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就是你所谓的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吗 我只是人有点累 我又没有生病 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你哪里都不能去 躺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倔强 都不肯接受我的帮忙事情 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为什么都不肯接受呢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还要装 都都跟我说了 一天兼三份工 你把最好的都留给都都 自己都不吃饭 你是怎样 你以为 你以为你是女超人吗 我不是女超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事情 我都可以复合得了 你若复合得了 你现在会躺在这边 医生说你营养不良 体力消耗太多 你还要说你复合得了 我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自己最清楚 不需要别人来担心 我担心的不是你 我担心的是嘟嘟 你这样营养不了 免疫力降低 你就会生病 你生病就会传染给嘟嘟 嘟嘟的病就更严重 这些东西你有没有想过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 我想过 这些我都想过 可是我不工作 我哪里有钱吃饭付房租 如果我不工作 我哪里有钱帮嘟嘟付医药费 你以为我喜欢一天做三份工作 一天陪嘟嘟 赔不到几个小时吗 可是我能怎么办 我告诉你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什么都不要做 我只要每天陪在嘟嘟的身边 可是我不行 因为我要让嘟嘟过安定的日子 我要他继续接受治疗 可是这些事情 有谁可以帮我 没有 只有我一个人 我必须要靠我自己才可以 你可以靠我 你跟嘟嘟可以靠我 我可以帮你们 我可以帮你们 雨飞 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帮助你们两个 谢谢你送我到医院来 谢谢你送我到医院来 我真的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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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飞 我真的要回去 你为什么不愿意 让我成为你跟嘟嘟的依靠 你不要逼我 我没有再逼你 我只想知道一个答案 你是不是怕你会爱上我 你为什么不回答 你为什么不看我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你怕你会爱上我 是 我怕我会爱上你 我真的很怕 你真的觉得 我对你没有感觉吗 你对我跟嘟嘟这么的好 你真的觉得我不会被感动 我不会对你产生感情吗 可是我不能 我绝对不能爱上你 我不可以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妈妈 你都已经知道答案 又何必问 你应该很清楚 一旦我们相爱了 整条路会走得有多辛苦 甚至我们根本走不到终点 既然我们早就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幸福的在一起 那就应该要避免 不要自信妄想 我们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这样对你跟我还有嘟嘟都好 我们都不会痛苦 也不会受伤 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明白 你应该也听得很清楚 所以不要再来关心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 雨菲 相爱的人不一定要结婚 相爱有很多方式 不管我没有没有结婚 我都会保护你们两个 你越是这样呵护我 我的心里就更痛苦 我不要任何人受伤 我更不要因为你 和我们母子两个 耽误你一生的幸福 少佳 但是你我真的很高兴 真的 但是就让我们两位之间的关系 让自己结束 我们都在交往 我最快滔地 吃饱多了 你会 好不容易 我也在美国 你会在美国 你会在美国 我都在我病部 我都在美国 我都在美国 我非常争备 你会不会 我不要 让我追求你 爸 我沒有在胡搞了 我只想要幫大區域房 開一條新的路 是有什麼不對嗎 可是大清域房的祖傳 還有味道 爸 舅舅和媽 同是大區域房 師門的掌廚 同是大區域房嫡系傳人 舅舅都不反對了 你還擔心什麼 大哥的一句話 少知就把表香耳提面明 幾十年的話全都拋到腦後去 結果 幾十年來今天大清域房 第一次生那麼多菜賣不出去 這大哥究竟在搞什麼 他怎麼完全不顧 不變口味的祖訓呢 算了 放手吧 兒孫自有兒孫福 就讓他出去闖闖吧 說不定 能闖出一片天地而已 更何況 只要他是以個人的名義創業 我想 這就不算違背祖訓 大哥 自從來到這個家裡 什麼事情都要插上你一球 這孩子做什麼事啊 也都順著他們的想法說話 或許他們都關心 現在這幾個孩子 全被他牽著鼻子捧 這樣下去真的不是辦法 飄想一五載 不信 不然再讓這個家 失去相信你 不然再讓這個家 失去相信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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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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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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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幹嘛 大哥 你這五十萬 是給你的 好端端的 你給我五十萬幹嘛 大哥 你離家四十年了 現在回來 其實我呢 還有飄香 還有這些孩子們呢 都很歡迎你 都很高興 可是 可是什麼呀可是 講話不必吞吞吐吐的 有話就直說 咱們可是一家人啊 不 我 飄香 還有四個孩子 才是一家人 我明白了 你是想拿錢打發我走 是的 為什麼 大哥 請您諒解 我不是不歡迎你 但這件事情我已經想了很久 我們這個家呀 以前都一直是很有紀律 就連這幾個孩子啊 也都很聽飄香的話 我跟飄香之間啊 感情一直很好 從來都不辦錯 但是 自從你來了之後 不光是我跟飄香發生的衝突 就連這幾個孩子 你竟然都會去支持飄香在幾十年裡面 都不願意讓他們做的事情 我認為這個家出現了危機 所以我必須請你離開 讓我們這個家恢復原有的平靜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說的一副我好像故意進入你們家 想要把你們家搞得分崩離析似的 大哥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就是這個意思 我聽起來你就是這個意思 我這趟回來 只不過是想趁我的晚年生涯 能夠有機會好好享受一下親情的溫暖 我沒有孩子 所以才把飄香和你這四個傳家之寶 當成我自個兒的孩子一樣 我關心他們 所以我才會鼓勵他們 勇敢地面對自己 面對未來 所以我才會鼓勵他們 勇敢地去試試看 做一些他們想做的事情 做一些他們一直想做 而被你和飄香限制住 不讓他們做的事情 是的 也許我侵犯了你的父權 我很抱歉 對不起 可是你可以跟我明說呀 你犯不著拿錢來侮辱我 大哥 我今天 我這不是侮辱你 大哥 我知道你的手頭並不關於 出門在外都需要用錢 所以我才準備了這張支票 我才 可以這是 好 既然你不把我當成你的家人 那我就沒有必要再留在這兒了 我會走 我會離開 我朱振華沒出息 被自己的親人嫌棄 被自己的親人羞辱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到現在我才知道 好端端的我回來 卻落著個被掃地出門的下場 不過我人窮製不斷 就算我以後要飯 我也不會要到你的家門口 不用再說了 我一定會離開 不過不是現在 現在飄香還沒回來 等到飄香一有消息 我立刻走人 舅舅 爸爸沒有這個意思 他沒有趕緊走 好 不要怪你爸爸 你爸爸他是為了這個家用心良苦 爸 舅舅是我們的親人 他大老遠跑來投靠我們 你再有什麼想法 也不能把舅舅趕走 而且你還用錢那一招 會不會太過分了 老知 別這麼跟你爸爸說話 是舅舅不對 是舅舅多失 害得你爸爸生氣 大哥 別再多說了 這樣 你維持一個家的苦心 我很能夠體會 我會成全你 不過請你把錢收回去 不要再讓我難看了 少知 少寶 你們都是好孩子 現在最重要的是 把你媽媽找回來 舅舅走不走 一點都不重要 聽你爸爸的話 舅舅 爹地 你跟舅舅 是不是有發生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我總覺得你們氣氛怪怪的 我 爸 爸 就算你跟舅舅真的有發生什麼事 你也不能無緣無故 不講理的把舅舅趕走吧 我不講理 我無情無義 爹地 爸 爸 爹地啊 我看今天不一樣 把那個燒酒 好像開水一樣 一口一口一口的喝 心情很差 爹地啊 爹地啊 來 不好意思 今天心情有行李太好了 我只剩下半天而已 別搶手 別搶手 來 你先搶手 你的心情不要 我們這麼久的老朋友了 你們生意好 我高興都還來不及 我怎麼可能會為這種事情 心情不好 跟你開玩笑哪那麼認真 是 是 聖年 那你是不是因為 還沒有找到飄香 心情不好 飄香這麼精密能幹 對不對 我還不擔心她 她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雖然離開家這麼多天 但是真正擔心的 也不光是為了這個事 你這個也不是 那個也不對 不然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 還是你自己心理不正常 其實是因為 因為什麼 我們家現在不太平 原來如此 那個哨喘的事 放心 人家說 橋道橋頭自然子 事前總會解決的 船道橋頭自然子 你現在說也要說 不好意思 當時代 其實 之前還真的夢對 我們家現在就是橋道船頭自然子 本來我們家 都是風平浪靜好好的 突然 飄來了一艘船 飄洋過海的到了我們家 弄得我們家現在 亂七八糟 那一艘破船 不是 你是說那個飄香 從美國過來的那個大哥 好 霄洋 你平常是不是 把他殺的人 你 你在計較什麼 他是你大舅子 什麼我大舅子 他根本就不是 飄香是朱家的養女 他爸爸 當時還想把他們兩個 送做堆 說真的 他們兩個年輕的時候 還真的談不戀愛 有這個事 你看你嗎 你當初你又選他嗎 才會發生這麼事情 如果 你當初如果選我的話 今天你 Sanny Sanny這娘 早就當一場了 拜託我是你老公 你在我面前跟鎮陽這樣講 我莫非你對鎮陽 你看我 不要你走了 我說了 我說了 我不要看 我對鎮陽是老朋友 是嗎 今天會跟你說 是因為 我要討我當年面子 躲回來 你愛面子 也不可以都在牌子 那實在 那幾句話說得比較直接 要在那邊 沒有 好啦 好啦 對啦 正娘 你那個不算大舊子 的大舊子 到底什麼地方惹你 會不會是說 這個大舊子還要想爬這個飄香 還是飄香 依然對你那個大舊子有意思 這樣就難怪你的心情會不好 為了這個事情 我 我敬你一杯 來 來 喝一杯 這邊我不好 來 為什麼 我跟你們說 我跟飄香沒有什麼 還是好好的 飄香對這個家人真重要 我現在就不在了 我整個家人們亂七八糟 我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我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你的嘴角微微氧氣 你用微笑見見我的微電影 我 我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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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rsations 我 若果然這樣繼續下去 我就聽我來去買 酸 要翡翠 要珍珠 還讓我整個身體 金濃濃的像貴婦 妳現在當作媽祖要出唇 金濃濃的 我看 妳以為我是歌家的夢歌 拜託 我們賺真的一個行人 那很多秋秋萬千 這煮麥酒金的給我們賺錢 我黏痠是不行 我黏痠是跟妳黏過六個 都怪妳 怪什麼人 妳不知貴就放這個味道來嚇壞 我有夠衰 生意好我也八K 生意不好我也八K 我乾脆改名叫老K 老叔八K好了 好啦 你老K 我們老K 愛人K你 不要啦 阿嬤 阿嬤 爸 阿嬤 一大早這麼恩愛 打情罵俏 什麼打情罵俏 我再討厭 對 莎莎 這個阿嬤這兩個字 以後你不能叫了 因為現在換別人叫了 換誰 少龍 我跟你講 自從少龍來我們店裡之後 我們那個生意是好得嚇叫 他的菜每次都賣光光 我們算好多錢 你看 我把你們大清液房都打得趴了 阿嬤 對啊 那個是客人一時的迷惑 不會長久的 我管他迷惑不迷惑 反正我現在能賺錢就好啦 還有 現在這個經濟要跟少龍在一起 你要跟他保持具體以色安全 不要給我搞破壞 阿嬤 你之前還口口聲聲的說 要我當你們郭家的人 要我當你們的大主廚 結果呢 現在有了新人忘了救人 翻臉比翻書還快 我... 所以說嘛 少爺 你沒有聽說過 你人心海底尊 怎麼摸都摸不著 你人的脾氣就像天氣一樣 情實多人偶正宜 變化無常 就翻臉跟翻書一樣 那邊肉粒不說 你還知道 我聽不聽 少爺 我跟妳說啦 不是我現實啦 妳又想想看 人家少爺 又帥又有錢又年輕 最輕嗎 人家是五星級米其林的這主廚呢 那你呢 妳是什麼 妳是你們家跑堂的 妳拿什麼跟人家比啦 不啊 我和晶晶啊 從小一起長大的 我了解她 她很了解我啊 不像那個什麼藍帶輪胎啊 中途殺進來 她根本什麼都不懂 而且啊 之前那個新聞不是有報嗎 有錢人啊 專門欺騙女生感情 有錢人不見得好 你們不要傻乎乎啊 被騙得團團轉 不… 這 妳不要讓詛咒晶晶啊 晶晶是 是那個貴婦像 她是少奶奶像 她才不會被騙 就是說 我那邊說妳跟晶晶也很奇怪 從小在一起到現在 只要兩個湊在一起 有的不的 六個十個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特別多 所以你們兩個不適合在一起啊 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對喔 說到這個小心 你們家幾個要小心 我們要小心什麼 小心妳舅舅啊 可見的 妳還不知道妳舅舅跟妳爸的事情 老婆啊 這次大人的事情 有需要讓小孩子做大嗎 當然有需要啊 不然不然發生事情要怎麼樣 妳不看她正眼這麼煩惱啊 妳這次做朋友也算 不用跟別人搭訕一下 妳說得也有利喔 老婆啊 老婆 到底是什麼事情 快跟我講啊 我不是跟你講阿母話 連叫了妳還一直叫我阿母 現在不叫 以後再叫嘛 要我們小心舅舅什麼啊 要我們小心舅舅什麼啊 其實 其實你阿母 不是你爺爺親生的 他是你爺爺領良的 你媽是個洋女 我 真的假的 可是我爸媽沒有跟我講過 跟你們小阿翠講 你們也不懂啊 對不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媽媽跟你舅舅啊 年輕的時候相愛過 所以他們是老情人 什麼 老情人 爸爸 我媽說的是真的嗎 我媽真的是竹家的洋女 你 爸 我說這個 我媽 很舅舅 真的是老情人 可是他 這些都是成年往事了 但是有什麼好提的 不 爸爸 對你來說是成年往事 可是對我們來說 是新鮮又晴天霹靂的大事 就是說 爸 我們那個都以為 我們是住家 確確實實的子孫 怎麼沒有想到突然來這一出 我們意思之間很難接受 爸 我沒有全力知道真相 請你說清楚 好了 好了 我說 其實你們的媽媽 本名叫做秋飄香 她的確不是你爺爺親生的女兒 而是她收養的洋女 原來 原來媽咪有身世之謎 我們家還真戲劇性 你們的媽媽 當年還未成年了 就已經到大清浴房去工作了 你們的爺爺看到你媽媽 那麼的聰明伶俐 又聽話又乖巧 於是就收她為徒 特意的去栽培她 所以 所以媽就是那個時候 跟舅舅在一起 那個 後面怎麼樣 你去問你們的舅舅吧 他是當事人比較知道 所以 是 怎麼了 要問我什麼事 舅舅 我們三個人 都想要知道 你還媽的過去 舅舅 我們已經知道 你跟媽咪不是情兄妹了 可是我們也想要知道 你跟媽咪是不是曾經有一段情 而且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你們真的想知道嗎 想 想 既然你們都想知道 那好 我一次說個明白 沒錯 沒錯 就如同你們所想的 當年 我的確是跟你們的母親交往過 你的嘴角微微揚起 你的嘴角微微揚起 你用微笑見見我的微電影 你用微笑見見我的微電影 當年我們都還年輕 飄香也不過是十五六歲吧 我的爸爸 也就是你們的爺爺 本來希望我們可以順利結婚 繼續好好地把大清預防的招牌 給延續下去 好好地經營 誰知道 我和飄香交往不久之後 就結識了一群壞朋友 他們成天帶著我吃喝嫖毒 到最後 我還迷戀上了一個舞女 一頭給栽了進去 舞女 這根本就是五六零年代的劇情 超復古的 閉嘴 為了那個舞女 我搞得親家當產 最後跟爸爸也鬧翻了 我離家出走 拋棄了飄香 拋棄了大清預防 我實在是對不起你們的母親 舅舅離開大清預防之後 你們的爺爺感嘆 自己唯一的兒子那麼多不成才 而大清預防 又需要有人來繼承 與其就收養了你媽媽當養女 從此以後 你媽媽就改信主 扛起了大清預防 這個招牌的重責大力 我懂了 爹地 所以後來就接著發生了 郭爸跟郭媽 還有爹地媽咪的那一段 四角戀曲對不對 就是老媽橫刀奪愛 最高境界雙批那一段 什麼雙批啊 亂七八糟說什麼呀 我跟你媽是正正當當 歸武俱俱的談戀愛 沒有什麼批不批 對對對 鎮陽啊 當初多虧了有你和飄香 大清預防 才得以繼承下來 謝謝你們了 我不用你謝 只要是飄香願意做的 我都願意替她來完成 現在我只希望飄香 能夠趕快回來 好恢復我們這個家 以往的平靜 走 原來媽不是租家的孩子 難怪祖母上沒有媽的姓 也沒有我們的姓 而且照這個血緣關係來算 我們不是姓黃就是姓邱 跟朱家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想到用了這麼久的姓 一下子就被推翻了 很奇怪 最奇怪的是媽咪跟舅舅 我當初不就說了嗎 他們兩個人看起來 根本就不像親兄妹 感覺乖乖的 現在呢 結果證明我說的是對的 他們倆是舅情人 看來舅舅這次回來 不是要來搶招牌 而是來跟舅情人敘舊的 那難怪爹地會不開心 跟媽媽參加 我就怕 他不只是來敘舊 只有來跟反客為主 挑撥離間 不然他怎麼會一直 插手我們的事情 尤其是私事 你不覺得他管很多嗎 二哥 我覺得就算舅舅和媽 沒有起源關係好了 他們也曾經是一家人 所以舅舅才會特別 關心這些事情 沒有你想得這麼嚴重 舅舅 小哥 拜託你好不好 你也太容易被收買了吧 舅舅不過讓你在大慶運房下廚 炒個幾道菜而已 你的心就整個偏向他那邊去了 這是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 舅舅沒有你們講得這麼 這麼有心機嘛 是嗎 那我問你 從以前到現在 你有看過爸媽吵架過嗎 可是自從舅舅以來 他們不僅大吵 媽還離家出走 你不覺得這跟舅舅很有關係嗎 沒錯 二哥說得對 我覺得舅舅回來這裡 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不過不管他的目的 是搶我們的招牌 還是搶我們的媽咪 為了我們朱家人 一家人的和諧 絕對不會讓他得逞 我們一定要硬起來 其實我覺得 不應該這樣吧 因為你看 只有舅舅支持我一個人 在大慶運房當主廚 我有可能是為了 你們說得都對 我們不能讓舅舅這樣 繼續作亂下去 為了我們家裡的和諧 我們支持你們 支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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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幹嘛 舅舅 不好意思 我們把你的行李準備好 我知道這樣不禮貌 可是 為了我們家的和諧 請你馬上離開 不愧是我們家的和諧 說得這麼正義 那是當然的 獨舌男做這種事情 最適合 為什麼要我離開 難道 難道就因為我和你們母親 過去有過一段情嗎 就算我們有過一段情 那也是過去式了 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留下的純粹就只有兄妹之情 難道這樣還能讓你們誤會嗎 這兒 不是誤會 而是親眼看到的 每次你都跟媽咪有說有笑的 每次你都跟媽咪有說有笑的 那種情況任誰看了都會覺得不對勁 我只是純粹想要回到熟悉的家鄉 回到親人身邊 我完全沒有其他的意圖啊 舅舅啊 有沒有意圖不是你說了算的 這家真的因為你來 發生了很多事情 而且到現在 我們連自己媽媽在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請你馬上離開 那少知呢 你也是這麼想嗎 舅舅啊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你這樣很挺我 但是為了我們家的和諧 你還是先離開比較好 沒錯 為了我們家原本的平靜 請你離開 我倒是認為啊 你們家現在不平靜 不是因為我而開始的啊 你們想 哨船和心儒 邵家和宇非 你們之間的問題本來就存在 不是因為我來才造成的 你們把爭吵的原因歸咎給我 這樣不太公平吧 再者說了 現在大清御法需要主廚坐鎮 飄香和少船都不在 理應由我扛起來 要我走也行 這個家一向都是飄香坐鎮 只要飄香一回來 開口讓我走人 我二話不說立馬走人 絕不遲疑 快跑啊 什麼事 不好了啦 店裡出大事 你快點回來啦 啊 啊 店裡出事了 你的嘴角微微氧氣 你又微笑減減我再為電影 常常腦弄的愛意 跟我說你愛我 說你說你說你 欸 現在水天堂有什麼意思 趕快跟我下來喔 大圈裡房不是你身邊可以亂來的 這很危險耶 欸 阿朗啊 阿朗 他有看不出來 他有病鬼 嚇我死 嚇我死 你趕快死 這有看不出來 有啊 繼續咬 大力咬一點 讓他掉下來 不已經請人太照城鎮了 人如果摔下來的話 你準備吃官吃飯 沒事啦 我們去兩個 阿朗啊 你趕快這麼大了 你會嚇不到 你怎麼放棄我 阿朗啊 去以前啊 我在哨泉以後 還有我的前庭 我才沒在怕耶 不過我現在哨泉 整個心都在那個妖女身上 我坐下誰是在哨家 阿朗 我以為他獨在哨泉哥咧 接過 接不過這樣而已 我動作幫你拍攝 你也不求耶 就算哨泉跟爸爸結婚 你也以結婚的前提 讓他離婚 對喔 就算哨泉跟那個妖女結婚 會可以以結婚為前提 等他離婚啊 你這個妖女 你還敢來這裡喔 為了你 整個大清御坊 都讓你不來海料料 秋香姐也沒看到的人 掃船也離家出走 你還敢敢來這邊 如果你還有良心喔 就叫他們不要弄了啦 阿朗啊 你是頭上在哨泉嗎 你還問他有良心嗎 我沒有 這好像看世人也知道 這個局勢就在他安排嘛 真是的 好 這個女子很心虧 夠大傲 她是 bit of time 她知道掃船不得交給他的朋友 愛用美人家 賣給他 賣給他們行 賣給他們去 頭紅色循環 鬱癢我了 他們都出賣給他 好話 你這姑子深處很可怕 你要拼命 你在胡說八道些甚麼 是出掃船自已 心甘情願來簽約的 那你現在還沒辦法 梁氏 林安好了沒 快好了 你在幹甚麼 走開 你什麼 你在幹甚麼 你不是要這樣很危險嗎 我才問你在幹什麼 大區域房是我們家的店 你憑什麼來打亂 我當然知道 大區域房是你們出家的店 不過從朱少城簽約開始 大區域房就有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我們精品百貨的 合作伙伴 發屁 你怎麼這麼沒水準在這放屁 這麼沒衛生 以後大區域房這邊的東西 有誰敢吃 比你有幽默感 出去了 你們在幹嘛 小姐 出去了 不歡迎你們 李經理 我跟飄香都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們不可能跟你們合作的 今天合約都簽了 就是要履行 不是你們偏偏說不合作就算了 我們今天來 就是要丈量大區域房各項物件的造型 我們要在我們美食間 將大區域房的原貌完全布置出來 設立分店 不可能 我們大清域房 永遠不可能設立分店 這位青森 您是哪位啊 你憑什麼這邊大呼小叫的啊 我叫做朱振華 就是朱飄翔的大哥 我們朱家祖傳訓事 明確規定大清域房 不得增設分店 祖傳訓事 那還有法律效用嗎 沒有嘛 不過朱少蘭簽的合約 是具有法律效用的 別再跟我說什麼祖訓 那是你們朱家的事情 別告訴我你們還死骨不化 使抱著那些不合時宜的愚蠢訓事 來主要大清域房未來的發展 你 你敢侮辱我們朱家祖賢 你太棒了 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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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走開 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是你把這些人給帶來的是不是 不是 謝如 你說 這是怎麼回事啊 你和邵船談戀愛 舅舅我沒話講 可是那天不是說好的 你們告訴我 是邵船他以自己的名義出來創業 不是用大清域房的名義 現在怎麼會搞成這個局面呢 這 說吧 我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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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在那邊演戲好不好 我大哥為了你離家出走 你還帶這些小巷姑過來搗亂 你有何居心 張馨如 我媽都跟我大哥翻臉了 你是要我大哥變出家的罪人 是 虧我大哥對你這麼好 這麼愛你 你就用這種方式來回報他 大哥你根本就是來害我們家的那個壞東西 真的了不起 我們全家的力量比不上你一個人 我大哥被你吃得死死的 不過你不要以為你的羅意算滿算的好 我們朱家是不會出賣祖先的 而且我哥也遲早會看穿你 沒錯 你這個蜘蛛精 黑山老妖 你這樣還害我們家朱家 你都不會良心歡嗎 你們夠了 現在不是植物我們副理的時候 大清域房開設分店在一起 你們最好讓我們趕快把東西量一量回去趕工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把事情辦好 我們是不會走的 你 咱們大清域房傳承百年的招牌 不是讓你們為所欲為說懂就懂的 你給我管 對不起 我今天來是照合約辦事 合約什麼 你根本沒有權利做這件事 大清域房負責人是我媽不是朱少船 大清域房內部的問題是你們朱家的事 跟我們公司無關 如果你們覺得朱少船他無權代理 好啊 你們去告他 告他清權 如果法院判下來 如果你們勝訴的話 那合約資料就不算數 不過接下來 我們公司會告朱少船商業詐欺 那可是要吃好幾年饒飯的 不好意思 你講了 我可沒有聽懂 我大哥簽了什麼什麼狗屁合約 這麼耀武揚威啊 我們到現在合約都沒看得到 你有種拿出來看看啊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小帥哥 朱小弟 這合約的事情是商業機密 況且我們有簽保密條款 不是你想要看就能看的 不過要看也可以啊 走 我們去法院看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只能站到腳上 只能站到什麼東西下去 我吵吵你什麼合約 我吵吵你關於什麼法律 要不要聽懂嗎 這是東門市場 你如果要來這裡亂 你也就經過我們 東門市場的管委會 看到代言你也沒有了 主委 好嗎 走 好 嗯 對 我就是東門市場管委會的主委 我叫郭智神 請多多指教 好 好 那客套就沒了 我以管委會主委的身份來宣布 這裡的東西呢 你絕對不會亂動 而且現在你們馬上離開 老婆都沒在搞事 喂 你現在是哪兒 臭屁人 他是七個八蛋 你不知道是嗎 你怎麼叫你離開這五天啊 你太多人了 人家被打死了 你看 你們管委會啊 不得干涉失誤 少拿這套來這邊唬人 繼續工作 叫他們別動手 叫他們都別動手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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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你沒事吧 我開花啦 你開花啦 你氣得太甚了你 那是你們自己來這邊搗亂的 好吧 今天事情到此為止 不過合約在我們身上 你們大清印坊 來我們公司設的貴的事情 是勢在必行 我們一定會再來的 滾 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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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走啊 還忘了東西 我們站在這邊做什麼 現在我們拿掃把趕緊走 是不是 少佳哥 你不要這樣那麼親熱 我跟你沒那麼熟 趙小姐 本來我對你還有我大哥 有那麼一點點同情 不過到了今天 這一點同情 完全被你給我滅掉 請你離開 我們不想再看到你 快點走啊 你就壞東西 走啊 周北 對啊 傳傳傳傳 Mack 你的傷要不要緊 我沒事 只不過 知道少傳把事情搞成這個樣子 我是在對他太失望了 那个 你要不要把伤口放杂一下 比起大清预防 正面临到的危机 我这点小伤 根本算不上什么 你个大夫把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好 还是回家把伤口爆炸一下 你们口口声声 说这个家是因为我搞得分崩离析 要赶我走 现在好了 你们自家人要把大清预防的招牌给出卖了 飘香又不在 你们要我走 要我走 我放得下心猫 舅舅 你在说什么 你刚才也看见了 在场哪一个人不是为了保护大清预防还努力 这么说也太不公平了 就是 长得好像只有自己是英雄的样子 我说舅舅 你应该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只有死皮在脸的时候要留下来吧 宝妹 毕竟是长辈 注意说话太多 小哥 小哥 总都不讲话了 我没有 我只是就刚刚的场面来看 舅舅确实拼了命 再维护我们大清预防 我想舅舅应该没有 大家想得这么坏 小哥 你不能因为舅舅让你进厨房炒菜 你就破坏我们一家人的和解 我没有这个意思 是啊 我 这 好了 别再吵了 没关系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误会 可是我不在乎 为了咱们大清预防 我死皮赖脸我都得赖下来 这可是咱们老朱家祖传的 你们别忘了 你们姓朱 我也姓朱 咱们朱家祖传的事业 我拼死也要保护他 就靠你们 我不放心 现在的当务之急事 哨传签下的合约怎么办 对 刚刚百货公司那群人 连账粮都拿出来了 接下来不知道会搞什么大动作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们的妈妈 让你妈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 没错 爹地说得对 那我继续想办法去联络妈咪 好 我去帮忙 我送给你 爸 合约的事 我跟我律师朋友商量 好 麻烦你了 上架 现在情况已经越来越失控了 奇怪 当初他不是只要我设法让大清御坊 再精品百货设备就好了吗 怎么现在的发展 总觉得他真正的目的 是要吃掉大清御坊 到底怎么回事 初少少是好人 不能让他变成朱家的罪人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请稍后再拨 没开机 上船 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宝妹打给我说 说你带着李富城去大清御坊 量我们的招牌 然后还说要去美食街 开一家一模样的分店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上船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我带他去的 我以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是要自行创业 跟大清御坊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经理干嘛这样做啊 知道啊 我已经去找他谈过了 可是他就坚持 要用大清御坊的名义 这样才有号召力 不行 我去找他 干嘛啊 你先不要激动嘛 那我怎么办嘛 再这样给他搞下去 我跟家里面人的关系 会彻底被他毁掉的啊 我一定要去找他 把事情解决啊 我知道 事情一定要解决 可是 我们也不能冲动行事啊 那怎么办 我们先一起去找他 把我们的立场表明清楚 以退为进吧 我已经说过 我们之间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是你说的 我没有答应 毁约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如果你去法院告我 正好就可以厘清 我本来就是用个人名语 去跟你签约的啊 那你可是要坐牢的啊 我过不了这么多了啦 这个借条啦 欠债还钱啦 我们今天没拿到钱啊 我们是不会走的啦 真的是妈的简讯耶 还有妈没事 要不然我们要担心死了 等一下去店里啊 跟爹地说一声 你的他只担心 妈咪会出事情 就算妈没事 只要有那个人在 等妈回来一定会出事 你们要干嘛 我要请你 跟我们回去泡茶聊天 顺便谈谈你父母欠钱不还的事情 其实邵辰她非常担心朱妈妈 只是她没有脸回家 如果少船真的不想回来 那就算了 爹地 爹地啊 你在说什么啊你 我刚刚在外面看到电视场 说妈妈离家出走的事 上香为了 你手上拿的是 朱少船的合约吧 我 我 一个人外表越是坚强 她的内心 就越像是绷得很紧的橡皮筋一样 这绷着绷着 迟早有一天会断的 这人哪 想得开想不开 往往就是在一念之间呢 如果我们非要在一起的话 下来的路真的会走得很辛苦 既然我已经答应要当多多的爸爸 我就一定会负起责任 反正你不要拒绝我就好了 过去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 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 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 还不至于回不去 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雨晴 谁的伤心能不留太积 谁的意见忠情不刻骨铭心 谁能忍心不忍命 你的嘴角微微氧气 你用微笑渐渐我的微电影 偶尔弱了我自己 偶尔难免还想你 偶尔情事多云 偶尔又眨宇 我的沙巴微微氧气 不让泪滴 主演我的微电影 你是微氏的香气 你是微妙的夏季 你是微万代许当曲折的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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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